虽然时间仓促 但这个奶娘能让盈嬷嬷选中的 想必也应该是可以信得过的 不过兰静当然是不打算 让她马上给孩子喂奶的 所以只简单地问了几句 就让她先退下了 欢欣和米虫 都是由兰静先喂过一段时候的母乳的 对怀里这个小小的女儿 就更是要如此了 只是线下她正闭着眼睛睡得正香 兰静就没有忍心再弄醒她 可是又不舍得把她放下 于是就将她拥在怀里 用自己的脸去贴了贴她的小脸 又用小辈子将她的耳朵掩上了一些 然后才抬起头来看向了盈嬷嬷 尽量地放清了声音问着 可查清楚了吗 盈嬷嬷自然知道兰静问的是什么 于是郑重了神情 同时也放低了声音说着 只知道那药是下在耶和宁屋中 躺椅的底部的 上面又被封了一层 可以自然风化的薄膜 等这个薄膜风化了 那个味道也就出来了 真是难为她这般的煞费苦心 蓝静冷哼了一声 然后又问着 那薄膜需要多长时候才能风化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盈嬷嬷摇头说着 李大夫正在试呢 不过据她说 怎么也得有几天 蓝静仔细回想着这些日子的情形 本来她怀了身子就很小心 因为胎像不稳就更加的小心了 对各方面的防范也很是注意 像上次阿格门来打理大夫板子的时候 自己就没有同意 傅察和乌租两个格格 要来给自己市集的请求 不习惯不喜欢是一回事 不放心也是原因之一 等等 想到了那一天 蓝静也想到了 自己屋子里的躺椅 在那一天可是搬动过的 当时自己的身子不适 可是被人用躺椅抬回室内的 会是阿格门来的那一天吗 蓝静想到了就直接地问了 有可能 奴才也正想着是那一天呢 盈嬷嬷点了点头 只是李大夫现在还不能确定 再者那天在场的人很多 只怕即使确定了 也不太好查 不好查也得查呀 蓝静皱着眉 除了四夫静之外 这些日子能接触到这张躺椅的 就只有咱们府里的人 四夫静当然不会做出此事 那么这个人或是这些人 一定是在咱们身边的 不把他揪出来 将来肯定会生事的 主子您放心 迎某某忙说 这事就交给奴才去做吧 奴才一定会将他好好地查清楚 敢做出这种事来 想必就要承受得起后果 嗯 蓝静点了点头 想了想又问 爷那边 你没派人去通知吧 十三阿哥 现在是护同康熙在外 可是很忌讳 私传消息的 没有 盈嬷嬷摇了摇头 奴才只是派人将这事儿 分别通知了三倍了 四倍了 五倍了 七倍了和八倍了 他们各府也都派人来问候过了 还说 等到福静宁醒来之后 一定要再去告诉他们福利一声 那就派人去说一声吧 蓝静刚说出这句话 就感觉到怀里的宝贝有些动作了 低头看去 只见他正在小小的打着哈欠 脸上的线条也不禁的立时就揉了 盈嬷嬷你看 看他这个小样子 二哥哥真的是很漂亮 盈嬷嬷凑过来夸着 又伸出手去 那个小女娃的嘴边逗着 结果那个小小的嘴就开始动了起来 哎哟哟 看来二哥哥是饿了 奴才这就去叫奶娘进来 不用了 我要先自己喂些时候 也好 有欢欣和米虫的例子在前 盈嬷嬷也不再劝阻 反倒是点了点头 奴才也正好可以 用这段时候 再去好好地查一查那几个奶娘 说到这儿 见蓝静已经开始解开了衣巾 开始给二哥哥喂奶了 盈嬷嬷嬷也就站起了身 那奴才现在就去捉人 去各个皇子府里 这样他们也好尽快地将消息传给皇上 也叫人过一会儿 把欢欣和米虫抱过来 蓝静又加了一个吩咐 这个时候 她越发地想把自己的所有的孩子 都拢在身边了 盈嬷嬷嬷派去皇子府送消息的人 动作很快 而皇子府里的人反应也很快 时间方便的 马上就赶过来探望了 正巧不怎么方便的 也都是派了人送了礼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石附近一向是快人快语 上来就直接问着 那个来报信的人 话总是说不清楚 不明白的 你怎么会早产了呢 可是奴才们有什么不好 让你动了气了 三附近坐在蓝静的身边 拉着他的手问着 你也是的 明明都要静养安胎了 也不说注意这些 奴才们就有不好 或打或罚 或者处置也就是了 哪里只当着你动这么大的气啊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们心里也不好受不是 三嫂如此关心于我 倒是让我觉得惭愧不已 蓝静摇头笑着 这次出事 虽然不是因为我动气的缘故 却也是我制服不言 居然让人把药 用到了自己的屋子里了 你是说 是有人害你的 石附近眉头一竖 这还了得 是谁这么大胆子 三福静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可已经抓起来了吗 说来又惭愧了 蓝静又苦笑了笑 现在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做的 只知道那药很少见 这倒也是 三福静点了点头 敢往咱们皇子府里 尤其是还供奉着 大夫的十三弟府里用的药 当然不会是寻常的 也是因为不寻常 能弄到的人也就不会很多 四福静接过话来说 从这个方面查下去 或许会有所收获 对 四嫂说的是 蓝静点头吩咐着迎摸摸 记者提醒他们注意这点 蓝静 十二福静则关心地看着蓝静问着 你的身子没事吧 是啊 看你对面色可是不大好 三福静也跟着打量着蓝静 太医是怎么说的 这回的事还真没有劳烦太医们 蓝静笑着说 先是事情出得急 去找他们过来怕是赶不及 幸好府里的吻婆早早地就背上了 倒也算是有惊无险 而线下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和孩子也都没事 自然也就用不着再麻烦他们过来了 十三弟妹 三福静很不赞成的 很是语重心长地对蓝静说着 我这可是要说你两句了 不管再怎么着 自己的身子都是要紧的 十三弟现在可只有红长这一个阿哥 你可不能随意地任性啊 蓝静的心里当然明白 三福静这话有可能是真的在关心自己 但更有可能则实在是影射自己 是因为李大夫被账责之事不满 从而与太医置气 但是不管是怎么都好 蓝静在当下这个时候 可是既没有心思也没有精神去与他做这份口舌之争的 反正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而且他相信 康熙也能明白这一点 毕竟在此之前 他可是才告诫过自己要谨慎小心的 现在是蓝静早产了 早产的原因是被人所害 害他所用的工具又是药物 这个药物又还是很少见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 那么蓝静会对跟自己多多少少有些嫌隙的太医们 加以小心防范之举 岂不是正表示他把那位皇帝公公的告诫听进去了吗 当然这个话 蓝静觉得自己就不用去解释给三福静听了 因为太子妃不能长出宫来 大福静又是继福静底气不足 三福静在这些轴里们面前摆长嫂的派头也有些日子了 如果他真的要把这个事当成是自己所为的不妥而宣扬出去 那时候着急的可未见得就是自己 想必康熙就算是在因为什么事儿而恼了十三阿哥 或是也不会愿意看到本就是为皇室服务的太医 却有可能去谋害后四 可至少是让皇室中人忌惮着不敢请的地步 以上种种都是后话 不是蓝静现在所关心的 现在确保了自己的孩子们都是很安全和很健康的之后 他就开始想着知道十三阿哥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了 而这个问题在场诸人中怕是只有四福静有可能知道 自上回他提前来给自己报信 蓝静就隐隐有了一种猜测 或许十三阿哥和四阿哥私下里是有一套自己的联系方式 虽然是自己用眼神给四福静传递了消息 可当四福静在其他皇子福静们提出要告辞 他却已要与自己谈谈关注媳妇的事儿为由而留下来的时候 蓝静还是忍不住地先关心地问着 这阵子我这边的事情太多 对阿姆那边也没有太在意 他们派人过来探望时也只说是很好 但也是有可能是报喜不报忧的 四嫂那边可是有另外的消息吗 你说你啊实在就是个操心的命 四福静看着蓝静摇头叹息了一声说 明明是自己给我使眼神都快要使到天边去了 来让我留下来 结果却又为了我一个借口而如此地挂虑了起来 行了我的堂妹没事的 你兄弟也没事 你阿玛更是没事 如果硬说有事 也只是担心你挂念你而已 我弟兄那不是也怀着身子吗 蓝静笑了笑说 我这边早产了 对这种事就免不得会多想一些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四福静坐到了蓝静的身边 看着他说 说吧 你想要我或者是你四哥做什么 是不是 你想到了下药的人可能是谁 却不方便去查 对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头绪 蓝静摇了摇头 将那个药的情况跟四福静说明了之后 又接着说 现在正对有可能接近我屋中躺椅的人加以排查 等到李大夫确认了那个药是哪天所下 目标也能更少些 你怎么留我下来 不是为了让我们爷帮着你查太医那边吗 四福静听完了蓝静的话 却有些疑惑 四嫂是这么想的吗 蓝静也用疑惑的眼神 回看着四福静 我原是觉得 太医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更何况 我与他们之间就算是有些个嫌隙 应该也不至于 让他们恨我到如此刑险的地步啊 虽然蓝静也想过 要以此为借口 来做为自己早产 却没有找太医过府的理由 但他其实却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他没找太医们过来 所防范的也不过就是 怕他们会趁着诊室之便 行出些个不作为之事罢了 那是我想多了 四福静笑了笑 又换了个话题问着 不过 既不是为了这个 那你留我下来有什么事呢 不 四嫂想的也有道理 蓝静这个时候 又觉得还是不要太大意了 世间汉人的理由 五花八门的多了 我觉得嫌细小的 人家却未见得会这么认为 只是我一个内宅富人 去查外面的事 总是有些不便 如果方便的话 还请四嫂拜托四哥 帮我留意这些 行 我回去就跟他说 四福静很痛快地点着头 想来我们爷 肯定是不会推辞的 那我就先谢过四哥和四嫂了 蓝静说完了感谢的话之后 又看着四福静 犹豫了一会儿 然后才问出了 留下他的根本意图 四嫂 我们爷那边 没有什么事吧 十三弟那边吗 他那边怎么了 四福静先是愣了一下 想了想又笑着说 你是怕十三弟 听说了你的事着急吧 看来 我说你是个操心的命 是说对了 你自己刚醒过来 就开始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的 你可要小心这些 月子里 可不兴做这个费心神的 我哪里想这样 蓝静酷笑地说着 可是四嫂您说 这个事 我能不想吗 我不想他们 就能不存在吗 嗨 你这话倒也是 四福静很是同感地 叹了一口气 别人都看着咱们 高高在上 好像有多么威风似的 其实那里的苦 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罢了 四嫂 蓝静一向是歪楼的 这回倒是 往正里掰了 我们也那边 这我真的不知道 四福静摇头说着 上回那事 估计也是他太过关心于你 才冒险往回传消息的 但也是没有说太多 只是说让我提醒你做个准备 再帮着照应一下 说到这儿 四福静握着蓝静的手 说着 你的心思我明白 不过照我想着 应该是没什么的 经过那次的事之后 我们爷也一直在注意着 不管是底报 还是黄阿玛传来的 字里行间 都没看出有什么 对老十三不利的 那就好 蓝静点了点头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话就是哄人了 四福静笑笑说着 在老十三没回来之前 你会放心才怪呢 不过 别思虑太多倒是真的 这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这说明至少 是没什么大事的 真的是没什么大事吗 蓝静可不敢像 四福静那般的肯定 线下已经是四十六年过半了 在这个时候 对一切的征兆 他都不敢去大意 只是对这种 关乎地心地踪的事 终究还是不方便 打听太多的 还好有下药 待于茶食 以及三个孩子 也需要他来照顾 等事情 让他分了不少的心神 倒也不至于担心太过 而对此事的疑惑 在十三阿哥 跟着康熙回京之后 也有了答案 这么说 蓝静这个时候 已经出了月子 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 等候着十三阿哥 洗了澡 跟了衣 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听了他的话之后 不禁地睁大了眼睛 其实不是爷 您犯了什么大错 而是太子被人告了状 所以华马迁怒到了 咱们这边来了 只是隐约的有些个封闻 其实并不作准 十三阿哥 舒服地 一坐在炕上 怀里揽着蓝静 又伸手去逗着蓝静 怀里的二哥哥 我不清楚 在华马的心里 我是不是 没有犯什么错 反正他表面上 是没这么说 而太子爷 是不是真的被人告了状 也只是个传闻 还是非常隐晦的传闻 其真实性 也是有待商榷的 至于是不是迁怒 这个建立在传言之上的推论 只怕也不是可靠的 别把他弄醒了 蓝静拍开了十三阿哥 要捏二哥哥脸颊的手 又接着他的话说着 管他是不是可靠 只要爷觉得 没有做错什么就行了 至于黄阿玛怎么想 那是他老人家的事 咱们担心也担心不来的 我只要爷回来 咱们一家人安安稳稳的就好 好了